中華市公司將會一百空氣年三月開始 轉期跟本社車路線開始起班 做對部的噴跟起底的噴分開回收 在本社車後面放在歷史跟哪些噴湯 它就是有一個環境和中華的美麗環境 為中六十噴所減量 中華市為一百空氣年十月開始回收做對部的噴 為一百空氣年回收127公噸 到一百空氣年提升到六百六十六公噸 三年幾天前到五百三十九公噸 透過回收選擇到全面開車 輸對部的噴行動四百噴 市長庫更有標示 不像全家對國路線只回收市長的噴 做對部的噴是由專車到公有市長進行回收 今年度 公司為到要改革家庭噴射當中有做對部的噴的問題 所以為今年三月開始 是一般對部的噴到漆地的噴分開回收 我們中華市的噴所減量 回收都可以添加 所以我們三月開始 真對我們的廚餘 我們分成生廚一桶 跟熟廚一桶 那麼生廚一桶 我們就看歷史這個湯 把這些例如說菜蝦 還有一些菜心丁丁 水鴿皮 都可以等到生廚餘 熟廚的主席 回收台中的噴的部份 我們就可以倒入熟廚 就是爛熟的湯 所以三月開始了 希望我們中華市的鄉親士大 生廚、熟廚要分成清楚 比較對我們回收量可以增加 尖叫我們的本所用 同時我們在廚餘的回收 一百零四年開始 生廚餘的回收 那一年回收是一百二十七公噸 我們在一百零六年去年 整年的回收是六百六十六公噸 我們的目標 希望可以提升到 回收到八百公噸 那麼在三年來 可以到一千公噸 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樣是我們的本所 就是能源減量 另外我們在資源回收 我們去年是 全中華館 在到資源回收率第一名 回收率最大的館的地方 公司為了要落實環境 滋養雄修發展 為去年都選到民眾 配合滋養回收 源頭減量的提供工作 生日拿來滋養回收站 推動滋養回收 對岸丁丁 滋養回收率為 八十八年四點五% 提升到 一百零六年的 五十三點五百% 第六中華館 環博教 一百零六年 專門 滋養回收科學第一名 這都是困難 中華市民地 滋養回收上的努力 進步 新中華新聞 八兵林中華 彩虹報道 同學 同學 精工 在 中華